欸 英六哥 我們要上哪去啊 敵人的下落不是還沒查明嗎 是啊 是啊 再說上官大哥也還沒歸隊 不管怎樣 還是先找到他比較口蕩 我能告訴你們了 之前我在客帳 客帳結帳時 掌柜遞了封信給我 原來上官大哥 早就料到掌某會去那裡投訴 所以預先留書給我們 啊 原來如此 上官大哥可有說些什麼 上官大哥要我們天黑後到宮內進軍 均勻和他會面 他說他已說動進軍委統領 和新建王大人 著手調查紀天塔 並且正在秘密調集人馬 準備夜裡進行包圍 但他未方有變 還是要我們先到宮外待命 嗯 我喬紀天塔裡必定常有妖魔 倘若一局殺出 只怕進軍也不會是對手 咱們在宮外待命 萬一有變 便可立即復原 也可少些無辜的死傷 之鋒姑娘說的是 上官大哥 正是這個意思 那咱們還等什麼 這就出發吧 其他的 就等和上官老兄 碰面之後 再說了 嗯 呵呵呵呵 偉統領 我勸你還是快快退兵 這些小族 不堪一擊 派他們上陣 只是白白送死 身為禁軍 而不能保衛京城 教我為貌 如何向皇上交代 即使你手下妖魔宰雄宰惡 我們 也只有拼死一戰 為皇上 守命殉身罷了 不愧是禁軍統頂 果然是條漢子 只可惜我無暇和你們消耗 你再不退兵 不愧就把你們全部送上西天 哼 那就試試看吧 拿我的兵人來 統領大人 你是千金之體 不能就這樣出陣啊 要是你有個萬億 誰來統順我們京城 京城的禁軍 本統領身符守衛京師之者 如今讓敵人打到太和電燃 已是本軍的欺辱大陸 欺辭大陸 當此時刻 若本統領 不能深陷四座 光是在此畏縮不出 本軍帝兄們 如何能服 又如何能對得起 已不幸迅難的弟兄 拿我的兵人來 偷尼大人 地方是要飛人 請你再三思 他說得對 偷尼大人 這期許邀你 還不須勞你 親自出馬 啊 是上官都位 下官 下官 我和朋友一起 拜見為統領 啊 原來是上官都位 這幾位是 齊免統領大人 這幾位 就是屬下向你提過的朋友 他們身符出妖嘴機 屬下 曾多次與他們 一起迎戰妖母 所向披靡 你眼前的這個妖女 也曾是他們的手下敗將 哦 眾為英雄 緣道而來 唯某有失原因 還請各位 恕罪 偷尼大人 嚴重了 我們是受上官兄之妖 誰難幫忙 晚輩 自當捷徑所人 這些進軍 進軍士兵 不具對付妖魔之人 是否能請統領們 統領 命他們盡速撤回 如此 既可免去無謂死傷 也有力晚輩一行 尖妖面膜 現在廣場上殺成一團 要他們馬上撤回 私有困難 得請你們陸陣衝殺護黨一番 他們 放得趁其退回本陣 統領大人所言即事 讓晚輩 就這麼辦了 請你下令 槍陣讓開一條路 我們這就陸陣參戰 這位英雄 你們若能除滅這些妖魔一行 唯某 必定盡己所能 重重籌席各位一番 通領大人 我們除滅妖魔 為了是天下存亡 百姓安居 通領大人抽血之一 晚輩 只有心靈了 少侠氣度雄精 領迴謀 有種欽佩 那麼 一切就有勞主委了 為頭你不用客氣 這妖女就交給我們吧 主委 我們上 哼 又是你們 之前聽高七和當腦鬼說 你們已經來到京城 沒想到咱們這麼快就見面了 上回在酒藥之廳 那你僥倖逃得一命 這回不會再放過你了 韓武殺 你乖乖的受死吧 這句話才是我要說的 呵呵 原本不想多傷人命的 既然你們來了 看來 我也不用手下留情了 通通給我殺了 欸 怎麼 夏侯兄 你何時也加入這一伙了 我高興幫誰就幫誰 誰也管不著 哼 沒想到你是如此反復之輪 王廢努家當初對你多所期望 也罷 你就和他們一起死吧 哼 你們且別得意 現在還沒分出勝負 騎士的九陰收魂證 就快完成了 屆時不止你們幾個 方圓數十里之內 任誰都給變成有屈無魂的活死人 這裡有禁軍壓陣 待會我們便請偉統領派兵插了祭天塔 我就要看看他其實有多大的本事 嘿嘿 且看你們能否動得了祭天塔呢 少賠了 韓武莎 別逃 林老弟 咱們不急著追 就算跑不了韓武莎 卻跑不了祭天塔 只怕韓武莎 並非空眼恫嚇 此時 已過 有時 已過醜時 正是因其最勝之時 我擔心那收魂證即將發動 殷大哥 我們還是快去祭天塔瞧瞧吧 通領大人 此地之為一劫 請你派遣五十名兵師 隨我們前往祭天塔 阻止祭司完成那收魂大陣 五十名為你們太過小氣 待會維毛也和你們一同同去 調動全城進軍包圍祭天塔 絕不能讓那祭司逃走 塔內只怕有妖魔到處喊醒 偉統領 你算軍在外料陣即可 登塔之士 又沒有負責便是 有勞諸位英雄 這回合有點麻煩你們 對了 維毛這裡 有些朋友所證的神兵利器 各位 不妨拿去一用 以你們的無意 必可讓這些神兵 大放光彩 果然是非凡利器 多謝偉統領的好利益 我們就先借用了 好說 諸位請先修成便客 帶人馬調集妥當 咱們再一起前往祭天塔 請